手机不能放枕头边,因为有辐射会长肿瘤 瑞典研究告诉你答案 退休后闲得无聊,张大叔便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主要负责晚上看厂房,一般没什么视耳 只要晚上偶尔巡逻下,看看监控 无聊的时候,张大叔经常拿着手机看电视剧 连住上了两个月班后 他发现自己出现了头晕头痛等症状 老婆和他说,你这是老把手机放枕头边上看电视剧看的来 辐射到脑袋了 一听这么说,张大叔吓坏了,赶忙到了医院检查 好在结果显示脑部没有问题 医生问诊后认为张大叔的头晕头痛症状与长期熬夜看电视剧有关 经常熬夜,没休息好,才导致了头晕头痛 一,手机不能放枕头边,因为有辐射会长肿瘤 来自西班牙巴塞罗纳环境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 常规使用手机不会增加脑肿瘤的发生风险 而经常使用手机会导致脑膜瘤风险增加2.01倍 神经胶质瘤风险增加1.91倍 而瑞典癌症专家莱纳特·哈德尔研究发现 连续使用手机超25年 患胶质瘤的风险是用手机不到一年人群的三倍 那是不是意味着玩手机就会得脑瘤呢? 目前的研究只是说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增加脑瘤风险 只能说手机辐射是可疑的致癌因素 并不能确定手机辐射与癌症之间的绝对因果关系 而且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表示 手机辐射与包含癌症在内的健康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张小田提醒 世界卫生组织将包含手机辐射的射频电磁波 判定为2B类致癌物 2B类致癌物是对人类可能致癌 对人类致癌性的证据有限 因此手机辐射与致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2 喜欢睡前玩手机的人 警惕五个毛病找上门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通过 对1532名青年受试者进行调查显示 84.8%的受试者睡前会玩手机 其中只有12.5%的人睡前玩手机时间控制在20分钟内 84.1%的人还会继续玩 很多人都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 有的甚至关了灯还在玩手机 长期睡前玩手机可能会面临下面这些危害 一 影响睡眠质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中心主治医师孙元峰介绍 手机蓝光有警觉效应会影响退黑素分泌 从而影响睡眠质量 二 影响大脑健康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师黄叶介绍称 西雅图儿童行为学家迪米特里曾经通过对比研究发现 长期玩电子产品的孩子大脑会成萎缩状态 相反健康生活的孩子大脑纹路相对更为清晰 三 损伤眼睛黄斑区 浙江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温基全提醒 长期近距离玩手机会导致眼睛疲劳 导致失误模糊还可能会诱发青光眼 老年性黄斑病变等 四 引发脊椎疾病 长期躺着玩手机可能会损伤环疏关节 影响大脑甚至影响全身健康 五 导致情绪障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中心主治医师李陶梅表示 总是睡前玩手机可能会影响睡眠 长期下去可能会引发抑郁 烦躁焦虑等情绪问题 三 睡前忍不住玩手机 五个健康前提要做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宋荣荣提醒 如今的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性很高 想要在睡前玩手机 要注意这几个健康前提 一 仰卧玩手机 长时间侧卧玩手机会压迫到眼睛 引起双眼的视力偏差 建议最好选择仰卧的姿势玩手机 二 开启夜间模式 尽量不要关灯玩手机 以免引发眼睛疲劳 对于光线较暗的环境 最好开启夜间模式 三 时间控制在20分钟内 睡前玩手机时间长了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从而影响睡眠质量 建议尽量将时间控制在20分钟内 四 向下倾斜45度 尽量不要用手机正对住眼睛 可以向下倾斜45度 而且眼睛要与手机保持30到50厘米 五 尽量开盏灯 黑暗环境中人的瞳孔会放大 很容易导致眼睛疲劳 引发青光眼 眼促重等 玩手机时尽量开盏灯 很多人担心睡觉前 手机放到枕头跟前会因辐射致癌 但世界卫生组织将手机辐射等列为RB类致癌物 并没有明确的致癌因果关系 睡前不是绝对的不可以玩手机 但要注意几个健康前提 我拍摄的不可以玩手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